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妈妈肚子里四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发育 在出生一年以内 所有的乳牙 牙幼稚也基本发育完成 所以只要是妈妈们在孕期没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疾病感染等问题 那么孩子的乳牙发育基本都不会受到影响 家里有孩子长牙晚 就能听到各种江湖传说 比如不能给孩子吃酸的食物 因为怕太酸了牙齿长不出来 是酸掉牙的意思吗 还有的就是说 孩子六个月了还没有长牙 能不能吃腐蚀呀 没有牙齿它嚼得动吗 当然是可以的 有没有长牙齿 不是能不能添加腐蚀的标志 孩子到六个月了 没有长牙 一样是可以添加腐蚀的 有人担心孩子不长牙 而有些人则是担心孩子长牙长得太早了 有极少部分的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就有牙齿了 我们称之为诞生牙 诞生牙一般因为牙根嵌发育 所以容易松动脱落 被孩子吞进去造成危险 判断诞生牙是否需要拔除 要看它是否松动 以及喝奶的时候 妈妈会不会乳头疼痛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